用一个透明的观察盒,如果你发现什么有趣的生物的时候呢,可以拿起来观察盒,可以做立体的观察。 So, with Pond of Pink, this particular pond is quite, it's got quite a lot of silt, quite a lot of mud at the bottom, so you don't want to disturb the bottom too much. OK, you want to disturb it just a little bit, but not too much, otherwise, you get loads of mud in your tray, and then you can't see, you want a nice clear white background, if possible. 那我们呢,这个还有一个捞网,捞网是这个短的网子,我们这个池塘呢,没有很深,那它呢,会有很多的底泥,所以我们呢,我们不需要我们捞起来的时候,整个那个白色盆子里面都是泥巴,所以等一下那个在捞的时候呢,用这个网子呢,也能够避免对底盆做太多的干扰。 So, this activity, we would, and I'm going to kind of leave you guys to it in a moment, but you're literally just going to use the hand net, and you're going to be fishing around in the pond, looking for creatures, disturbing some of the silts, disturbing some of the weeds, just to kind of find some of the creatures. We would leave this activity as a kind of a more self-exploration activity with the little ones, get them familiar and more comfortable with some of the creatures that they can see. We would reinforce safe handling and ethical handling, so not hurting any of the creatures, being quite gentle, being that kind of stuff, learning about the welfare of the creatures as we do it. 那各位小朋友,那个我们等一下捞的方式呢,因为这是一个初步的这个探索,那所以通常我们在解释的时候呢,就会先说明说啊,不要伤害到小动物啊等等这些安全的这个守则,那但是呢,我们就是让大家先做初步的这个探索,你可以鼓励大家在不同的这个微气地环境里面捞,你可以捞都是水的环境,也可以捞一些这个水生植物旁边的环境,也可以捞一些接近底部的这个环境。 Excellent, is everybody happy with that? Are there any questions? 那我们第一回合中就要开始了,大家有没有问题? OK, no. No, excellent, we have extra nets, so I'll come around and hand around extra nets, but otherwise, if you're happy to get started, crack on. 好,如果有问题再举手,我们就过去好,然后如果没问题,我们就开始动手了,各位小朋友。 好,我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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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样我们可以起来 好,是个长马长 这么多说出来 哎,各位好 你们不要绕得太专业什么八字的什么的 哎,不许吗? 今天是小朋友吗? 啊!小朋友 啊!跳下去 好吧,不要打开 我再看就这样一切 降低于一个年纪附乎 没有问题 还要放进去吗? 哎,小朋友很厉害ane,先抓鱼了 我看了一個大隻 八隻在那邊掃你 那我來看一個 八隻掃 好會想 那這邊就跟 幹擾人 欸 為什麼你的王子比較大 為什麼他的王子比較大 為什麼你的王子比較大 你的王子比較大 欸 我們也有一隻大的耶 對嘛 不要真的 別無會這樣 我就這樣戳下去 你也有魚 為什麼人家有魚 為什麼人家有魚 我就只有蘆 你也是耶 好多蘆喔 欸 我想他們拿魚 欸 不是我交給我 好 交給我 好 那在運用這個間鎖表的時候呢 有些孩子齁 我想我們很多夥伴也是拿起來 就想直接對照出 你的是哪一隻 那但是呢 其實最好的方法呢 還是運用這個檢索的這個流程 會是比較好的 但是呢 這個YES OR NO的裡面那個問題 不見得每個人都讀得懂 或是了解它的意義在哪裡 所以呢 他們進去就是協助這個孩子 怎麼樣透過辨識還有裡面的這個文字 去做這個分類 Excellent Cool So I'm now going to introduce the next activity So if we come and stand I tried to put it under the trees because it was raining at the time 不太好 你已經已經用寫了 你已經用寫了 你已經用寫了 我還要他第一次 盤小蟲是好 他覺得小蟲不上線 1 2 4 小蟲也比較適合在我 適合在我們 沒了嗎 直接用寫的是不是 對 沒了就是用寫的 哦 原來是要當觸口的 欸 黃色的很適合耶 這個黃色的背景不錯 欸 那個配色不錯 要直接用畫的 它會比較好吃 畫這個 畫的話 人家下一個人接不上去 如果這樣子才好加上去 你直接寫故事還用小 這是一個最簡單 而且能夠做到整理資料的這個方法之一 那整理完之後呢 也透過數學的這個方式 用簡單的圖表 能夠用視覺畫的方式 來瞭解我們今天調查的這個結果 那 然後呢 透過這個圖表的呈現呢 你也可以知道我們今天看到哪一個 什麼的類群是最多的 OK So in England in our curriculum as well for the little ones it's more topic-based learning rather than subject-based learning so they will they will have a topic of say animals and they'll be reading a book about animals as part of their literature they would do an activity like this for the more science-based element of it and they would do an activity like this with graphs and stuff for the maths element of it so they would bring in different subjects into a wider topic and that's how this would be delivered 在我們的小學裡面 我們並不是分科目的教學 我們做的是跨學科的學習 所以我們用主題是 e-tc教學法 在這個主題上面去涵蓋不同的學科 那比如說小學有個主題 如果叫動物的話 那麼我們在語言 我們就讀動物相關的這個文章 我們用這方式來呈現數學 然後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呈現科學 我想這個部分我想呈現大家 也是因為呢 我們現在十二年國教 常調的就是 化領域化科技的這個教學 以素養引導向 唯一 為主的一個教學方法 所以呢 主題式的教學呢 其實基本上很能夠 解決我們現在在教學法上 遇到的困難 所以我們會在這個活動中 開始想想到食物鏈 和營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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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邊呢 在科學的部分呢 我們就會談到食物鏈 然後誰是消費者 誰是生產者 這個部分 然後談到能量 然後 和營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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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從這個圖很清楚的 可以看到 我們的營養員 比較多 營養員 就比較少 所以這就是 我們的能量 和營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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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同時呢 就可以講到 食物鏈 還有我們的能量 在當中轉換 這樣子的概念 所以有很多營養 你也會知道 所以有很多營養 和營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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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營養 所以有很多營養 和營養員 也就是呢 我們在食物鏈的底層 就會有比較多的能量 然後從炒食性 到高級的肉食性 的消費者 我們的能量就會越來越少 所以我們會做一個 更多的活動 然後它會顯示 如何能量的交換 能量的交換 接下來我們要示範一個遊戲 讓大家來體會一下 能量如何從高降到低 好的 所以